华盾美联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九连败的胡人今天在主场迎战联盟如主老鹰 以132比113大胜成功直败 赛后胡人主帅华盾 Luke Walton谈到在首节早早将先发的球哥波尔 Lenzel Ball换下场 华盾幽默地表示 因为他爸太吵了 根据胡人记者Tanya Gangulye报道 赛后胡人主帅华盾被问道 为何在首节比平时还早就选择换下球哥 华盾故作震惊地表示 因为他爸太吵了 一直在讲垃圾话 所以我就把他换下来 不过两秒钟后 华盾就忍不住笑了出来 表示自己是开玩笑的 日前球爸拉瓦波尔 Lavarbo对媒体放话表示 华盾无法控制球队 因为他太年轻了 而很明显的胡人球员 也不愿意为他卖命 此话一出引起联盟 许多球员及教练不满 甚至球哥波尔 自己都跳出来打脸 老爸表示 不管教练是谁 他愿意为任何人打球 你不要看我 你怀疑 种什么 你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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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